延续4月伦敦发布会的成功 28日华为在泰国曼谷圣塔拉世贸中心大饭店 及东南亚业务区总部所在地 隆重举办华为品牌发布会 发布新款智能手机P8及穿戴设备 华为终端手机产品线总裁何刚和华为消费者 事业群东南亚地区部总裁刘乐 以及众多的华为形象代言人及娱乐界的明星 共同参加了这次的发布会 华为P8是该品牌2015年推出的第一款旗舰手机 4月15号首次在伦敦亮相全球 4月22号首登中国市场 本次东南亚区域上市活动启动之后 将在包括香港、台湾、泰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越南、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尼泊尔等 11个国家及地区正式发售 当天亮相发布会的还有华为可穿戴设备TalkBand B2智能手环 这是一款蓝牙耳机与运动手环的完美结合的智能手环 它可以显示时间、监测用户运动状况 还可以变身蓝牙耳机接电话 这也是华为可穿戴设备首次进入东南亚市场 今天华为在东南亚地区部的总部曼谷所在地 向整个东南亚地区发布我们最新的旗舰的Smartphone 华为P8、P8 11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朋友、分销商朋友 以及华为的11个国家和地区的粉丝 以及我们的品牌大使都欢聚一堂 因为大家相信这一款旗舰机将创造另外一个高峰 因为我们期待在全世界这一款机型 能够销售超过1000万只 并且能够成为东南亚地区最明星的一个旗舰机型 华为消费者事业群首级产品线总裁何刚指出 东南亚是华为的重要市场 公司对于这一地区的发展潜力十分乐观 这就是为什么华为继上个月全球发表会后 随即筹划举行东南亚地区发表会的原因 无论是现在和未来 东南亚堪称是全世界最有前途 潜力最佳的经济体之一 并认为东南亚是华为消费业务快速成长的战略市场和驱动引擎 华为消费者事业群东南亚地区部总裁刘乐表示 华为看见了东南亚地区大幅增长的出货量 从近期的报告可以看出 2015年第一季 在东盟地区智能新手级出货量相较于去年同期 达到120%的生长率 华为品牌知名度排名前五名国家当中 以缅甸位居第一 根据记录 华为在缅甸的品牌知名度是100% 市场占有率超过50% 是第一大品牌 为了掌握进军东盟市场的先机 华为将在这地区开设1500家客户服务中心 同时计划为高阶产品提供更卓越的产品售后服务 东盟卫视MGTV记者庄立明 汤思迪 泰国曼谷报道